所以现在抄马里面 有非常非常坚毅不绝 正在努力实修 而且进阶越来越上去的这个学员 也有稍微努力 但是还可以有空间进步的学员 也有一下努力 一下不努力的学员 也有大多不努力 偶尔努力一下的学员 完全不努力 只是掉车尾 抓住抄马的学员 你是属于哪一个 你说 最上面那个是吧 我跟你讲了 我希望你是最上面那个 因为 为你好 你才会有知录 我看多了 所以大数据里面来看 你所实修实练实证 在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你绝对是自己受益 导致沾光 沾什么光 就说你今天在人间 是吧 真的 发光发热 人家看到了 哎呀 又是一个名人 哎呀 又是一个伟大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导致是你的老师啊 我们对于 宇宙系统交代给我的 职责 我才有所交代 我是沾这个光 知道吧 但是对于你 今天 今生的 这些未来的岁月 来世的 生生世世体 你都会因为 接触到 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因为你的 大智慧的 实修实练中 你就看到了 从此以后的 宽光 光明出路 不论是 这一辈子 几十年 求不得的苦 或者是 过去世里面 生生世世 求不得的苦 今天你遇到了 超级生命马的系统 在这一世的 这一刻的当下 因为你的 如法实修 让你都随心 如愿 让你卸下了 这多年来 得不到的苦 的压力 这种事好不好 你说 好 你有没有 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你要把你的经验 你的感觉 去告诉世上 更多 正在苦里的众生 这才是像 观世音菩萨 到处 寻生救苦 但是苦里面 还是有大半的人 就是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所以我说 度人 跟他讲三遍 不听 不听就算了 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再找下一个 是不是 因为人的无知无明 有时候很难弄 对吧 你刚才说这样子 他说 我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可以 那你说 那这样子做 那个又有那个问题 我不可以 对吧 那这样子吧 这个我也不行 那你说 哎呀 这个很方便的 那这样吧 那个我现在也是很难 那你怎么可以呢 我再看看 我再想想 这种是属于 就是他的 未来我们也不要评论 是吧 我们就笑一笑 祝福他 我现在不是说 我还没评论 我还没评论 我还没评论